病況轉移 所以說他的病情的因素 所以說他的體重有下降 北間證實孫道純生前 因為惡性腫瘤轉移 攝護腺癌病情惡化 暴瘦10公斤 其實8月初 北間核准孫道純保外就醫申請 但他臨時反悔拒絕出監 傳出是他11月能申請假釋 有機會通過 不想被檢方認為病情好轉 可能再被送回監獄 沒想到9月就病情惡化 被強制保外就醫 但為時已晚 46天後宣告不治 孫道純11月17號凌晨3點多 病逝於北一享受72歲 回顧他的爭議 涉嫌掏空泰電171億元被起訴 債務一度高達225億元 稅布破產後還欠稅超過3億 但繼續住豪宅開名車 因此催生禁奢條款 欠稅掏空灌微風 這對他來說都是事實 也都是小事 孫道純過勤儉樸實的生活 那簡直是不可能 孫道純豪舌作風引發爭議 還被說是台灣最有錢的窮人 派因子先償還1億元欠債 還用女兒孫雲雲的戶頭2億元當擔保 分6期償還剩下的2億元 而孫道純病逝後 保外就醫的100萬保釋金 討論地方檢察署收到文件後 將會發還結案 債權人是可以申請法院 一個遺產管理人 來替這個被繼承人拍賣 或是處分這些遺產 來清償給這些債權人 那如果清償完以後 仍然不足的話 那也沒有辦法繼續清償給債權人 孫道純六名子女及現任妻子 勢必會拋棄繼承 避免民事官司 未來還會清查孫道純名下 是否有資產 是最後判決結果 把遺產分配給債權人 但如果還有不足 也就無法再繼續追討